開口閉口 我媽說 可是我媽說 我媽說我不是媽寶 她只是交到壞朋友 媽媽都會說是別人的錯 我的兒子不會錯 哈囉 大家好 我是Ashley 今天我們來聊 由於前幾天在YT上面看到一個 街坊調查關於媽寶的影片 進而讓我有靈感要來製作 今天這一集 告誡廣大的女性們 請遠離媽寶男 今天我的Target Audience就是女生 我要告誡廣大的女性 請遠離媽寶男 那你說也有媽寶女兒 那我們之後再討論 我今天就是要討論媽寶男 所以今天這一集的影片 我會先來定義 什麼是媽寶男 以及媽寶男有哪些特性 以及媽寶男是怎麼樣 影響你的戀愛關係 或甚至婚姻關係 影響到你們感情的發展 讓很多女生在痛苦之中 而沒有辦法說出口 而媽寶男 如果你覺得你有可能是媽寶 那麻煩你把它看完 因為可能會改變你的醫生喔 好 那我們趕快開始吧 好 什麼是媽寶呢 媽寶的定義應該就是 凡事都聽媽媽的話 沒有主見無法獨立思考判斷是非 形式的男人 就稱媽寶男 所以我覺得我們必須劃分開來 單純孝順其實並不是媽寶男 單純跟媽媽感情好 跟媽媽關係很緊密 其實不見得是媽寶男 有機率是 但是你同時要看他以下這些行為 有沒有符合 再來看他是不是媽寶男 我先講啦 因為他也可以孝順 但同時具有原則啊 他可以孝順媽媽 但是同時 不見得凡事都要聽媽媽的話 這兩個不衝突 OK 所以不是說 他孝順 他就是媽寶 他跟媽媽感情好 他肯定是媽寶 NO 我們要非常理性 分析他有沒有 具有媽寶的特質 他基於有哪些呢 我分為以下四點 咱們來看 你身邊的那一位 潛在的媽寶 是不是 有中獎了 媽寶男特徵1 欸我先講 我下面四個特徵 環環相扣 就是有一點緊密融合 我硬把它拉成四點 好大概一點一點看 媽寶男特徵1 就是沒有主見 這種人他們通常不具備主觀判斷是非的能力 而且他們沒有辦法單獨面對以及處理事情 這種媽寶男呢 在感情當中影響最大的層面就是 無法共同做決定 因為一段感情 甚至一段婚姻 兩個人雙方需要共同做的重大決定 其實有很多小的決定大的決定都要共同的討論 但是媽寶男就是因為他沒有主見 所以他無法跟你討論 他什麼都要回去跟他媽媽說 這種人遇到事情遇到麻煩 第一個反應都是 我要跟我媽媽講 我可以打電話問一下我媽嗎 我可能要 我可能要回家問一下我媽看她怎麼說 這個我不知道 讓我問一下我媽 各種我媽這個我媽那個我媽掛嘴邊 這種沒有主見的男生 在感情中 甚至在婚姻中 實在是太令人痛苦了 你凡事都要對著一個第三方 讓媽媽來介入你們生活中要面對的各種決定 做的各種措施 想的各種辦法 什麼都要問過媽媽意見 女方都不見得有回去問自己的媽媽了 男方卻什麼大小事情都要回去問媽媽嗎 我跟你講這種人 你們快逃吧 媽寶男的特徵第二種 這個我講出來一定很多人會想在下面罵我 之所以刺耳就是因為他非常真實 也非常令人討厭就是 推卸責任 這種人習慣從小有人幫他收拾爛攤子 在後面替他收拾殘局 從來不需要為自己的行為 承擔任何的後果 負起責任 問題是責任心是需要訓練以及從小培養的 我們從小就被訓練要為自己所做的事情 承擔後果 負起責任 比如說小到 我們弄壞了同學的玩具要說對不起 可能甚至要媽媽買一個新的回去陪給同學 這個時候你就知道弄壞別人東西 你要負責 你推倒了別人 別人受傷了 小時候你就知道 喔 他受傷了 我要跟他說對不起 而不是媽媽去跟他說對不起 是我的錯 我要跟他道歉 但是這種人通常他們不會承認自己的錯誤 我永遠不會檢討自己 永遠都在檢討別人 因為媽媽從小也是在檢討別人給他自己的兒子看 從小媽媽就不會告訴他你做錯了 媽媽都會說是別人的錯 我的兒子不會錯 從來不檢討自己 只會逃避 這樣的人從小在你我身邊 一定很多人有 你的同學 小時候 你在上課的時候 你的同學一定有那種上課遲到 老師說你今天上課為什麼遲到 他就說 我媽媽沒有叫我起床 老師說你為什麼沒有交聯絡簿 都是我媽啦 他忘了簽 然後也忘了把我收進書包 所以我忘了帶 又是媽媽的錯 老師說你為什麼穿錯制服 今天要穿運動服啊 你為什麼要穿制服呢 然後同學又說 都是我媽啦 他忘了把我的運動服洗好了 所以 我今天就沒衣服穿了 都是媽媽的錯 腳掌在你腿上 你遲到媽媽的錯 書包不是你的嗎 你沒帶也是媽媽的錯 都媽媽的錯的話 那就媽媽來上課就好了啊 為什麼還要你來上課勒 我這個嘴臉是不是很GY 但是我告訴你媽把我更GY 因為每次我只要聽到這種 借口跟理由 我就會牙翹 我就會覺得有一種 都你媽的錯 好好好都你媽的錯 我看到最扯的一則新聞 就是多年以前 我在台灣的時候看到電視 在播一個新聞Live 就是 養得大到一個大衣的男生 開著一輛BMW的跑車 最新款 然後就撞死了一個人 然後撞死那個人之後呢 他的媽媽來現場 然後就跟警察說 這是我兒子 他很孝順 他很乖 他不會撞人 然後呢警察就說 你兒子弄死人 弄死人喔 是撞死人喔 不是只是車子壞掉喔 然後他媽媽就說 你敢有這麼怕 就說他有這麼壞嗎 他很孝順 他很乖 他很聽話 他只是交到壞朋友 我聽到這裡我的拳頭都硬了 到這個時候媽媽還可以不明是非 然後讓自己的小孩 不承擔自己行為的後果 我是不是講得有點太義憤聽 但是我真的就是這麼氣 因為我真的很討厭推卸責任的人 所以我每次講到這裡 我就會很生氣 我剛剛舉的只是新聞上的例子 但是我相信你身邊一定有很多日常的例子 很多啊 就是 都不是他的錯 都是別人的錯啊 然後這種人就從小 他就不習慣檢討自己 他不習慣負起責任 他沒有責任心 這種人 在感情當中最令人痛苦的就是 你在跟他磨合的時候 他從來不會覺得自己的錯 他永遠都會覺得 沒有錯 我媽說 你應該要多做家事 我媽說 你應該要勤勞一點 我媽說你怎樣 我媽說你怎樣 你為什麼都不會幫我煮飯 我媽都會幫我煮飯 你為什麼都不會省錢啊 一有真摯 就是你的錯 就是你女生的錯 他不道歉 他不認錯 他不改進 甚至 甚至最令人火大 就是他媽媽還會覺得 是你這個女朋友 你這個惡媳婦 帶毀他的兒子 我笑死 就是 你的兒子這麼好帶壞 你怎麼不好好檢討你的教育方式 讓你的兒子性格 被一個女生 千萬就走一下子轉變呢 其實我這一段好像是在罵媽媽 但其實 這些媽寶們的媽媽應該要檢討 在感情當中 最令人受不了的就是 他們不檢討自己 不檢討自己的人 很難進步 很難成長 很難讓人不抓狂 懂嗎 一段感情 男女雙方都需要彼此的磨合 彼此契合 彼此了解 彼此檢討 一起蛻變 一起成長 才能夠共同生活下去 可是媽寶不會 他們不需要檢討自己 不需要成長 不需要磨合 因為媽媽接受他的一切 媽媽從來不告訴他 他錯了 他需要承擔 他需要成長 我拳頭都硬了 更不要提什麼包容退讓 我覺得媽寶就很難啦 他的世界就只有他跟他媽啦 所以我覺得你要是要跟這樣子的人交往 你會很辛苦 總共來講啦 這種沒有責任心 愛推卸責任的人 你放心跟他共組家庭 把下半輩子交到他手上 耗在他身上嗎 我們看第三個吧 瑪寶男的第三個特徵就是 生活離不開媽媽 生活無法自理 講難聽點就是個失能的人 或是講好聽點就是個小寵物 因為呢 媽媽怕他餓著 累著 動著 摔著 嗑著 碰著 就是碰不得 他比那個 甄嬛傳裡面的貴妃 還要尊貴 嬌貴 生怕一丁點風吹草動 就傷了他的兒子 寶貝兒子 這種人呢 基本上依賴性非常的強 他從出生到現在 都還沒有斷奶 就是還依賴著他的媽媽這樣子 沒有媽媽 他活不下去 有可能會斷氣 不然就是會餓死 基本上就是個生活白痴 生活無法自理 因為媽媽始終會幫他打理好一切 就像個小寵物一樣 你懂嗎 照三餐餵食他喔 幫他洗澡 幫他梳毛喔 拍他睡覺喔 他生病了還要抱著 帶他去看醫生喔 還要餵他吃藥喔 然後他熱了就幫他吹冷氣喔 冷了就幫他吹暖氣喔 就像照顧小寵物一樣啊 就怕他餓著動著 傷著累著 嗑著胖著 尊貴的不得了 懂嗎 了解嗎 而這樣子的男生 在從出生到現在 前半生已經有媽媽替他拔屎拔尿了 我覺得他們找女朋友 或者找對象 基本上就是想要找第二個媽媽 所以他不是來談戀愛的 他來找女友 是為了找他人生下半輩子的第二個媽媽 繼續為他拔屎拔尿 把他像個小寵物一樣 在家好好地吃著養著 鳳著供著 那樣子的人交往 你真的就是 很像在照顧一個小寵物一樣 然後你沒有照顧好他 他都是你的錯喔 就這樣 你不要希望他會來照顧你 或是他有多貼心 他有多善解人意 他有多為你著想 難喔 難喔 我自己是不喜歡啦 媽媽男的第四個特徵 我的媽啊 這簡直是 這其實是第一個沒有組件的延伸 由於他從出生到現在二三十年以來 他沒有被訓練 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 所以他就沒有組件 也因為他沒有組件 所以媽媽都幫他做決定 媽媽直接跳進他的生命當中 幫他做人生大小事的安排 那想當然而 他當然就是會覺得 媽媽永遠是對啦 因為媽媽就幫我做決定到現在 媽媽怎麼會錯呢 聽媽媽的話 來點播一下 開口閉口 我媽說 可是我媽說 我怕我媽不喜歡 最標誌性的一句 我媽說我不是媽寶 而這樣的人呢 除了自己對媽媽言聽計從之外 我覺得最可怕的事情就是 他會要求他的另外一半 也要聽媽媽的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他媽永遠是對的啊 他無法自己判斷 這件事對或是不對 他無法自己判斷 做這個決定 好或是不好 所以永遠都聽媽媽的 而永遠都聽媽媽的之外 最終還要求自己的另外一半 什麼事都要聽自己媽媽的 讓自己的媽媽來幫自己跟另一半 做人生的大大小小的決定 這一點我的觀察呢 有三個等級 有三個層級 第一個層級就是 從出生到現在都覺得 媽媽永遠是對的 所以什麼都問過媽媽聽媽媽的話 對不對 第二個層級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他會也要求自己的另一半 對自己的媽媽言聽計 從什麼都要聽媽媽的意見 對不對 更可怕的第三個層級就是 他會演變成一種情緒勒索 因為有一些媽會對自己的兒子情緒勒索說 有女朋友就不要媽媽了 我跟你講喔 你現在十點以前給我回家喔 你十點以前我沒有看到人 你就是不要我這個媽媽囉 我跟你講你這個週末喔 要是不給我回老家的話 你就是不要我這個媽媽 你就不是我兒子囉 那媽媽對兒子的情緒勒索 最後就會變成男方對女方的情緒勒索 最標準的話也就是 你不聽我媽的話呢 就是不愛我 我覺得會講出這種話的人呢 真的不值得你愛 放手吧 好嗎 簡單來講 媽寶男就是一個沒有獨立的靈魂 不是個獨立的個體 並非一個獨立的存在 你始終會捲入他跟他媽媽之間的各種情恨糾葛在裡面 跟著一個依附型關係的人交往 就是這個男生不斷的依附他媽媽的人交往 你怎麼會快樂 你怎麼會幸福 三個人的世界你不覺得擠嗎 可能我比較胖我是覺得很擠啦 我覺得這樣子媽寶男的行為 他的行為觀念價值觀模式 從小培養成到現在這樣 會直接帶入到你們的感情跟關係大眾 你更難改變他 因為他們醒不過來 他們認為這個天經地義 他們認為這個很正常 他們不覺得有錯 他們也平平安安的長到二三十歲啊 所以你要改變他真的太困難了 我只能說你們看到這種人 快跑 快逃 遠離媽寶男 懂嗎 可以跟他當朋友 但是不要跟他當情人 老實說我自己 我身邊還有沒有媽寶男的朋友 因為連這種人當朋友 我都覺得不舒服 我都覺得受不了 更不要說當情人了 所以我自己是這樣 分享一點我的觀念給你們 你們可以不認同 然後媽寶路過歡迎罵我 因為你們淺罵 你們之所以想罵我 就是因為我講中 我覺得最後我想要跟女生 就是提醒的就是說 很多女生會說 啊我就是交往之後才發現 他是媽寶啊 交往前我不知道啊 可是交往之後我就陷下去啦 啊所以他很痛苦 我也很痛苦啊 我無法自拔 無法抽身啊怎麼辦 其實齁 你在交往之前 媽寶男其實超容易就 超容易翻譯 因為他們不會 aware 他們是媽寶 所以他們不會懂得隱藏 其實他們蛛絲馬跡都看得出來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女生在交往之前 在暧昧當中的時候 不知道是戀愛充溫頭還是怎麼樣 就是無法睜大眼睛看到 到那些蛛絲馬跡 那我想要提醒某一些女生 非常喜歡幫媽寶男找藉口 就是說他只是孝順 欸孝順我們剛剛前面講了喔 孝順他可以不媽寶啊 這是兩件事 喔他 他只是跟他媽感情好 喔他 他只是怎樣怎樣 如果你要替他找藉口 那你之後受傷或是覺得委屈 或是覺得痛苦不堪 覺得無法抽身的時候 你就不要哀哀叫 你已經知道問題的存在 問題的嚴重性了 你只是找一個藉口 把它cover up 蓋住 你以為相安無事 只是蓋住不代表他不存在 你需要找藉口就表示他存在 沒有存在的事實 何來藉口之說呢 連解釋都不需要啊 所以如果你需要替你的媽寶男朋友 或是媽寶另一半來做解釋的話 那就表示他是媽寶 他有這個特質 你醒醒吧 那如果你接受 或是你能夠包容 那你就接受 我這個影片是在奉勸那些 不想要遇到媽寶 或是正在跟媽寶痛苦當中的人 的影片 OK 很多人會說 那我可以改變他嗎 我覺得如果你抱持著一個 改變別人的心態呢 你的人生會過得很痛苦 因為沒有人會想要被別人改變 只有自己會願意為了自己做改變 為了別人改變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想要改變別人的那個人 也會很痛苦 因為你永遠都在期待 別人為你做出調整 你到底為什麼要浪費時間 去改變另外一個人啊 你跟你的媽媽無法溝通 你都不想改變他了 你跟你的兄弟姐妹無法溝通 你都不想改變他了 你遇到渣男 你都想離開他了 為什麼你會想要把你的時間 跟你的青春 浪費在改變另外一個人呢 你就直接離開他去找一個好的 找一個新的 別想改變別人了啦 It's too hard Waste of time OK 大家都有自己選擇的權利喔 好啦 不同意見的人 歡迎在下面留下你的心得 跟看法我們互相交流嘛 順便跟我分享一下 你遇過最誇張 最讓你受不了的媽寶 有哪些行為 趕快 我很想知道 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看完這支影片之後 可以順便去看看我其他的美妝 或是其他的Vlog喔 感謝你的收看 我是Rashley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請看看 假 motives 不是 不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